那么谈到在改开期间获得重大利益的这些权贵阶层 自然大家就会联想到一个利益获得不是那么巨大 甚至过得很憋屈的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农民 美朝美代对自根龙的这个统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自根龙如果说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就不会离开 社会的基础就会比较安定 古代中国社会因为农民丧失了土地 权贵豪强开始兼并 那么到最后就会形成流民 流民多了以后政权就不会稳 甚至会有战乱朝代的更迭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呢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谓的自根龙 在中国你看到的都是拥有三十年承包土地这个期限 而且很多人还真的 不认为在田里能够挣到钱 你现在听到的是工业返普农业 那是西方上台以后大力推广 要关注农民合作社 2011年 其实工业返普农业就作为一个宣传口号 在农业系统中大肆地进行推广 就在西方上台之前 那么真实的事 是因为工业 产品更多的进入农业 而农产品的价格是基础价格 就是所谓的粮价 粮价不宜大动 任何一个社会一般都是这样宣传 如果粮价一动 其他的通货膨胀 就不可计数了 那么粮价不大动 或者叫不怎么上涨 而投入到天间地头的这些化肥农药 包括灌溉需要用的电 这些都是要算钱的 那一年算下来 中国农民手上就那么点地 因为中国的可根地其实并不多 换说到农民头上 一家有个一两亩地 也就这个差不多也就这个样子 那就还不能算上等天 就是中等的 你到了有一些边陲地区 山地比较多的地方 地多一点 但是可以用来种粮食的 其实还是很有限的 那么你土地不能成片 成规模的去利用 因为 根地 情况不是很 理想 大面积的使用这个农业机械的可能性 在中国全国推港 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 那么你形成不了这种产业化 就导致一个问题 家家户户单兵作战 在土里刨身挣不着钱 你就得出来打工 那么一打工 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 你打工 所需要的这种工作机会 是由谁来给你提供 政府提供不了 没有那么多国企需要 去农村找人 那么尤其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这些闲散的农民 其实也不是叫农村富裕劳动力 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愿意在田里待着 他直接就奔着大城市去了 实在不行 找个沿海城市 渐渐市面也是好的 所以农民开始离开自己的家乡 进城去打工 那么到了后来呢 你会感觉到 他们付出的是青春 换来了是一落一落的钞票 给他们发钱的 多半也是私人企业 因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国营的其实并不多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一旦这些人 形成了这种打工的模式 你要让他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他们就会开始 发出自己的喇喊 如果说你要想 鼓励这些 生意企业扩大造工 那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拿谁的钱 端谁的碗 他们会不会 还继续跟着共产党跑 因为这些人 拿到手的工资 都得变得罚子的 夸他们自己的老板 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风气 开始笑评不笑藏 开始追求经济 经济上的成功 以金钱 掌握金钱的数量 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许多人挣了钱以后 开始看不上 政府官员 在广东 在沿海地区 许多人甚至认为 没本事的人 才去当公务员 那这种社会氛围 对共产党来说 肯定是一种伤害 可以这样说吧 在他们眼中 政权在手上 民心要抓住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认为 经济上的权利获得了 政治上的自由 也要追求 人不能只顾着吃 吃饱了 睡醒了 就要开始说话了 但是对共产党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因为你不扶他管 你不顺从他 你也可以活得很好 这对他就造成了 巨大的威胁 所以你看到 习近平上台以后 提出来的这个 做大做优做强国企 他可能招不了那么多人 但是他可以通过 上下流的产业链 把更多的人 收拢到 靠他 而获得利益的 这个体系中间去 包括他看上的企业 他要求跟你混改 就类似于 公司合影 他在快速的复制 他们自己认为 比较成功的模式 那对 中国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伤害 企业如果心都凉了 自然就不愿意扩张 甚至把原先的厂都关了 那么已经到 生产线上打工的 这些农民 就失去了工作 这个现象 在习胖上台以后 就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你不能认为 整个共产党的统治集团 没有看到这一点 从他们不再公布 每年是小年左右 原来国务院会公布一个 反乘务工的 这个人数 后来因为逐年减少 他们已经不公布了 公布和不公布都是 他们自己决定 这就意味着他们知道 那他即便知道 发生了这个情况 他还是这样去做 这就说明 他是有预谋的 要进行调整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